回家吃饭 他有时飞着一抱 我完全穿 感觉会吃饭了 耶 出发 展翅高飞 你要拿荔枝做菜啊 对 我得拿荔枝做菜 这是一段 挺麻烦的菜 包离了我这儿有一个小蟹勺 你又用当了什么 又遇到了一个孽子 都弄个荔枝跟做手术术 黑椒木瓜 感觉比我这个还新奇 我们要把更不多的水 要给它打进去 这水太多了 边吃水果边吃菜 最后那果盘都省了 好甜啊 人家有首诗这么写的 日淡荔枝三百颗 不辞常做灵男人 我觉得也太夸张了吧 就是我这么爱吃荔枝的人 我每次吃荔枝 我最多吃十颗 我就开始上火 他日淡荔枝三百颗 整个消防队过来灭火吧 口下留情了 大飞 你千万别把我的荔枝都吃了呀 这是你带来的理智提前过这儿的 这没少花钱这么大个儿的 哎呦 比平成的贵一点 但是就是咱们今天得做菜 你先给打一招回大伙 介绍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鲁颜波 然后本职工作呢 是项目经理 然后因为呢 平时工作比较忙 所以呢 只要一有时间 我就给家人做点菜 有点创新菜呀 让家人有点心愿的 我是卢小光 大家的老朋友 我是一个坤人老师 你要拿荔枝做菜呀 对 我得拿荔枝做菜 做什么菜呀 荔枝酿 荔枝酿 今天的主题特别简单 就是让我们的菜有点果香 水果如菜 没错 这个季节特别好 夏天正是大家爱吃水果的时候 是 边吃水果边吃菜 是吧 最后那果盘都省了 开始呗 开始吧 开始 包荔枝的时候 千万别把它都包全 就包完了 它要包完它肉比较软 所以说呢 你包一半 咱们就是 把那个糊先取出来 然后你拿那个 就是咱们吃蟹 用的蟹勺 这个蟹巴酱 把这个的糊 旁边连接的这个肉 先挑开 包离了我这儿有一个小蟹勺 这是一道 挺麻烦的菜 你现在吃的挺快的 所以说既然它这么麻烦的话 你干嘛跟自己过去啊 但是就是说 有的时候家里可能就是觉得 哎 就没什么新鲜 你又用到了什么 又遇到了一个孽子 都弄个荔枝跟做手术似的 那个这几个荔枝也不够啊 之前备了一份了 是这个吗 对没错 就是这份 然后咱们可以让它拿一些烧酒 大概的甜味呢 给过一下 小半碗就可以 就这么小半碗 为什么要选择烧酒呢 我是喜欢有一些清淡的果香的这个酒 更合理 这个酒腌完这个以后 还可以继续给它喝了 是吧 更增加酒的甜度 这个千万别扔 之后咱还有用 哦 这搁旁边给它腌一会儿啊 对 搁多长时间大概 就是咱们做的时候拿出来就行 不用说特别刻意 所以这是一个又一个特别精致的 又细致的步骤啊 就是在给家人 在准备这些步骤的时候 然后其实也是自己心里 也都是很幸福的 平时给谁做呀 平时是给老公做得多 但是在周六或周日回家的时候 有时候会给家人准备一道 比较有心仪的餐 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让你走上这一条美食之路的 让你爱上厨房的 那我一边做一边跟您说 我在那个大学 咱们不是有丧伙饭吗 对吧 后来那个我就和同学就说 咱们怎么吃这丧伙饭 后来我说来我家吃吧 后来同学问我 那你以前做过饭吗 我说我没做过 然后后来大家呢 我确实是第一次做 大家同学的反应都很好 他就说 你做饭其实还不错 很有天赋 然后我们送你一本菜谱吧 自从那本菜谱 我就掉到这坑里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现在切的呢 就是红姜 其实大家也很熟悉 吃日本料理 然后旁边会给你一小碟 然后这种就是红姜 对 因为我呢会用到虾 虾是有那个有新鲜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沙拉酱 对 蛋黄酱或沙拉酱都可以 然后一比一就行 您要是想吃点就是酸甜口的呢 您就稍微的那个红姜多一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它是一个粉红色的一个酱 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处理一下虾 这个我这已经包好了一个 其实这几个都是类似这么包好的 直接放在这里 拿勺子去 拿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对搅拌一下 我建议它稍微放一点点的淀粉 放点淀粉的话 会让它的这个抱团的状态更好一点 对会更好 因为要不它这个蒸完以后它会化 然后咱们再把之前准备好的荔枝 你这个里边的水不给它弄一弄 是不是要提前先给它控一控 我觉得卢大厨真的好喜欢多管闲事 都是在点上的 想让这个菜做的更精美一些 这个酒得搁旁边 这个有荔枝味的酒 搁点得用待会儿 而且我再管点闲事 不爱管闲事 一般我们来讲 就是在这个 因为我们的荔枝 你看我们形容这个肌肤很滑念 就是说这个荔枝 我就特别担心这个馅儿 这伙跑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这些它粗糙一点 你用这个淀粉 在这个荔枝里边内侧 在它涂上一层 这一招菜谱上没写吧 是 然后这一学着了 你今天做的这道菜 之前在家给老公做过吗 说实话 然后这道菜 老公已经吃了一礼拜了 一直在研发中 一直在研发中 想找到最好的口感 为了上节目 让老公吃一礼拜 所以说也是难为的了 这一周的 周几的那一顿是最好吃的 然后决定今天这么做 今天是最好吃的 会聊天 太会聊天 然后咱们 咱们把这个虾尾 然后可以当做装饰形 所以你看 在家做饭的这个姑娘 跟大厨做饭的最大的区别就是 她一定要讲究好看 所以你自己现在 是不是平时没事 也拍拍照片 弄个菜谱什么的 弄好看了 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爱好 就是画点咱们美食相关的东西 女工程师吗 平时画图纸 是吗 这个就没有这么严谨了 这就随心情 然后这是一个水龙彩迁的 这个现在不是就是 网上最流行的那种 现在网上已经不流行 拍真正的照片了 就是画的超级像 是 因为就是说 它有彩迁的这个部分 也有一些像那个水彩的 它可以运开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挺好玩的一种画法 所以我自己尝试是画了画 这个是你做了之后画出来 对 有的时候是做好这个菜 然后做再画 有的时候画的时候 自己馋了 然后就去做菜 好漂亮 摘着一些植物 对 棉花 多肉 这个花腹饼 这个花腹饼 然后这是最后一个 太棒了 太棒了 待会把咱们这个给画出来吧 看了一下看了一下 这个画的时间挺久 我们做那个汁呗 咱们做椒汁 这个椒汁也非常容易 就是留好的这个烧酒 里头已经有荔枝的这个甜香了 闻起来非常容易 咱们为了去火呢 然后再放一点咱们这个 菊花茶 然后咱们再撒点盐 荔枝酿应该已经熟了 我已经把火给你关上了 那么 哇 哇 啊 马上进行最后一步摆盘 咱们就把它拿好这颗料 可以跟出水出容似的 对很漂亮 而且荔枝有一种蓬松感 最后一步 浇汁 对 浇汁 直接浇上就可以了 对 现在就是飘着一种 那个酒香 菊花香 加上荔枝的香甜的味道 飘在这个空气当中 好 基本这就完成了 这个菜就是端的时候 还需要点技术 咱们就别端了 就搁在这吃呗 行 来吧 尝一尝呗 您先吃 我觉得你先吃 你要评定一下 今天这是你已经做了 第八次了 第八天了 之前连着做了一周 是 是吧 尝一尝这八天当中 究竟哪一天的最好吃 没错 尝一尝 太好吃了 它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奇特味道 就是之前你单独吃荔枝的时候 会太甜 导致你不能吃太多 它这个大大降低了荔枝的甜的味 但是荔枝的香味非常多 还留在里面 然后虾的味道 关键是那个姜的味道 在里面起到力点 辛辣酸 没有什么太重的味道 全是每个食材单独的鲜味 您觉得这个 非常的非常的独特 尤其它跟酒 还有把姜 融合在一起 确确实实 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 这个酒是酸甜口袋 荔枝香味的一种酒 没有咱们平时喝酒的 那个辛辣那么烈的感觉了 非常好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它的调品 喊您回家吃饭 第一步呢 咱们荔枝酿 要包这个荔枝肉 然后咱们再做一个 酸甜的这个虾泥 生虾仁 剁泥 起椒后呢 再加入咱们酸甜的 红姜蛋黄酱 第三步是酿下 将酸甜的这个虾泥 用小蟹勺填入荔枝中 第四步是蒸制 上汽以后呢 蒸制大概是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第五步呢 是制作这个胶汁 咱们这道菜就完成了 咱们有水果入菜吗 对 您应该也很擅长用水果入菜 还可以 还可以 我们今天用木瓜呢 做一个牛肉 黑椒木瓜 感觉比我这个还新奇 我也觉得是新奇的 有点没有道理 木瓜跟牛柳 其实它是很搭的 因为木瓜里边呢 有这个木瓜酶 这个木瓜酶呢 会软化我们牛肉的这种纤维 它吃起来 这个牛肉会很嫩 而且可以去除它牛肉里边的一些腥味 山味 那咱们可以尝一下 来 好 这个我们先呢 把这个牛肉 这是牛柳 我们把它先切成这个丁 我们切这个 牛肉的丁 把它切成丁 顺着它这个纹路把它切成条 然后我们再顶着它改成 现在是横线了 零形的小丁 零形框 对 零形丁 好像夏天 用水果入菜比较好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开胃 对 一个是开胃呢 再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夏天的一个水果呢 它比较偏凉一些啊 这样呢 我们跟这个 像一些牛肉啊 这些热性的 这个搭在一起呢 也是给它一个撤火的一个作用 所以夏天用水果来入菜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呢 这个牛肉呢 毕竟呢 它要比我们一些什么鸡肉啊 猪肉啊 稍微老一些 那么我们要 对它进行一个特殊的处理 我们要给它上一个 苏达姜 啥 苏达姜 我听过苏达水 我听过苏达鸡 这是我们要使用的 就是小苏达 小苏达 我们就给它做一个姜 然后呢 我们要放 盐 放一点盐 一勺盐 我们要放一勺的盐 一小勺的糖 嗯 少许的胡椒粉 你不是做小苏达的 对 这是我们的这个 姜呢 要给它入一些底味 然后呢 我们要放 料酒 料酒我们放两勺 然后我们生抽 放一勺 我们再来一勺的老抽 这时候呢 我们放一点小苏达 哦 现在开始放 对 小苏达大概一克左右 也是一勺一勺盐 其实要比盐的量 还要小一些 对 那当然了 然后我们放点水 要让这个肉嫩糖 肉嫩的一定要放水 把水给它打到肉里面 对 我们要放四勺的水 嗯 一个蛋清 然后呢 我们放一勺的淀粉 它弄完以后比较酥脆 然后呢 我们把它倒进去啊 基本上它跟它齐平 我们要把更多的水 要给它打进去 这水太多了 哇 那还真是越来越稠的感觉 这得打到明天 必须的 而且呢 它要顺着一个方向打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打这个苏达浆的时候 最好使一个大一点的家伙 你打起来会很顺畅 您说吗 我给您拿吗 您早说吗 真是 我天呐 说吗 好 你看我们这个打起来就顺畅得多 终于一样 你看见没有 一换那大容器 它就不一样了 它这个水 立刻就进去了 我真是觉得这个肉变胖了 嗯 打到让你觉得手摸着它黏的时候就可以了 水也已经进去了 对 然后呢我们要这个苏达浆呢 我们最后的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要那个蜂油 我们叫蜂浆 把它的水分保护住 另外呢就是用油吃到我们的这个浆里面去 这样它吃起来就更滑 那这是你的活了 您把那油根本来一点 圣州白金优选食用条和油是我们节目的指定用油 圣州为国人制好油 您看多少 薄薄一层 好嘞 一倒准 这个肉浆啊 封上以后 我们把它静置 放到冰箱里面 去冷藏 十分钟以上 为什么 让它小苏达在不断的膨胀 让我们的这个纤维组织放松 放松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进行下一步 给它把它的伙伴们准备好 木瓜 剖开 然后把这个木瓜呀 给它把皮去 我就想着这个木瓜 因为已经熟了嘛 很软软 待会儿跟牛肉去炒 待会儿炒完之后木瓜连血润都没有了 不会 我们后发 然后呢 我们就是一拌就好 水果的入菜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啊 就是它不能太熟 熟了以后 这个水果就不好吃了 下面呢 我们来给它调一个小小的汁 是要放一点点蚝油 提鲜嘛 也是一勺 一勺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一点点的生抽 一勺生抽 然后我们来一点点的白糖 是要给它提鲜的 提鲜 也就一克就行了 我们盐呢 因为有了生抽 有了蚝油 盐也就一克 然后我们放黑胡椒 这个 黑椒牛肉 就一定要黑胡椒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烹制它 好 我们来取一个锅 您把我们的牛肉拿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它们现在已经足够放松了 那我想这还用割油吗 这里面不是有点油 要要割油 要割油 好 我们热锅粮油放进去 当当 划开划散 这就是粤菜当中划炒的那么一个 对 你看它会非常的嫩 确实是热锅粮油 然后把它倒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葱姜蒜 锅里边留一点油就够了 就底油 就不用再加油了 不用再加油了 红椒绿椒放进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 牛肉丁也放进去 上火 然后呢 我们呢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要厚倒汁 然后我们把这个淀粉勾进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淀粉勾进去 把它炒匀 都已经融合到一起了 最后我们把木瓜放进去 但是我怎么来判断这个牛肉熟了呢 它肯定熟了 因为我滑的时候它就已经熟了 就过油的时候 对 最后呢我们装盘 就是熟了 对 这个木瓜就放进去 感觉五秒的时间 对 木瓜可不能放时间长了 木瓜放时间长了 这个菜就没法吃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特的调品 喊你回家吃饭 夏天真的非常好 水果入菜 黑椒牛柳木瓜 我们先把牛柳切成菱形丁 然后呢我们上苏达浆 上苏达浆以后蒙上油 放到冰箱里面 红椒黄椒 还有我们的木瓜 也切成菱形丁 备用放油 把我们浆好的牛肉丁滑至成熟 倒出锅里面留底油 放入葱 姜 蒜 煸炒 炒匀以后 我们烹入刚才兑好的碗汁 勾芡 最后放入切好的木瓜丁 炒匀 装盘即可 我们做的饭菜比较夸张 比较复杂 我叫他番子 美好 看出来了吧 这是有真感情的 你俩都经历过一件事 在春节前发病 可能有一点感染 就引起了大出血 当你生患重病 你会想到 我生活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就为了这一口饭 现在闻起来就是有 那个香甜的木瓜的味道 味道 来 尝尝 肉味也特别香 你看这个牛肉嫩不嫩 非常嫩 这个鲸鱼是特别水润的感觉 完全熟了的肉 就真的就是三岁的孩子 牙口还不太好的时候 一口咬下去 都没有任何问题 木瓜的清甜 木瓜有一点牛肉的味道了 热了 但是依然木瓜的香在 但是它没有烂 是吧 依然有木瓜的这种香味 有口感 而且它的果香也 我告诉你 平时吃木瓜的时候 熟透的木瓜 大家吃是那样的软软的口感 对吗 现在的牛肉就是熟了的 木瓜的口感就是那么软 我觉得今天这两道 都还挺简单的 但您这个操作难度稍微有点大 就是上江的难度大一些 对 一定要给大家 渗透一些我们这些专业的技法 在家夏天就变成了一个大厨了 对 再吃一口呗 尝一尝呗 女生都爱吃木瓜吗